我们的挑战继续 有请下一位挑战者 抢先一百秒 大家好 我们是来自宁夏回族自己区 宁川市永宁县 敏宁镇中心小学的师生 谢谢 好可爱呀 她长得一个比一个漂亮 都几岁了 八岁 我也八岁 你呢 我已经十岁了 十岁了 你几岁 八岁 那你得多吃点 这是孩子们第一次离开家乡 所以我们要送上掌声鼓励 来吧 接下来请投票 九十四分 一会儿你们的总成绩会加上五分 老师贵姓 我姓黄 黄小颖 黄老师为什么想这次带孩子们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呢 一个就是因为孩子们真的没有离开过家乡来过这么远的 而且是我们的首都 然后还有就是这次不是我们排了一个山海情吗 每天有非常多的游客来到我们镇旅游 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闽宁镇旅游 老师讲到了山海情 山海情 对呀 入伙的一部电视剧 我就是说这孩子特别眼熟 验子你找的是你酒醉呀 你不要作哑 你把他肉肉的长久 飞龙 我问问你吧 你当时拍戏的时候紧不紧张 还行 没有那么紧张 真的 这么厉害呢 你拍的是哪一段呀 就是小孩子那一段 小孩子那一段 还没有说什么 他台词 谁有台词 我有 有 他可得不对 没啥呀 爱门成大六爷的杨美特装斯了 大约皮里一只 真是儿子 小朋友演得还真不错 我以为是枯戏呢 没想到原来是篡树题呀 其实这部戏 这个故事的原型 讲的就是咱们 闽宁镇这些年的故事 对吗 对 是的 最开始的时候 是有一个调装扶贫的政策 然后后来在1997年的时候 福建省建立了这个对口方福 然后就是取了我们这个福建的名字 和我们宁夏的名字 然后所以就有了我们的闽宁村 这个山海情当中 除了我们同学们出演了 好像还有一个演员今天到了 但是没有登台 对吗 是我们学校的副校长 然后他非常荣幸在这个山海情里面 就是也客串了一段这个学校的老师 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副校长 张校长 他才是我们闽宁镇教育的受益者 然后其次又是见证者 现在是奉献 贡献者 有请我们的张军 张副校长登台 欢迎 你好 这么年轻啊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张校长看这个岁数也不大 九零后 八零后 八几的 八八 八八年的 很年轻啊 您是咱们闽宁镇 受移民政策影响的受益者 见证者 也是贡献者 这三者您给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 首先呢 我的老家是在西极县 那里呢条件是非常的艰苦 只能说是靠田吃饭 这样的一个词来形容 我搬迁到敏仁镇以后呢 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 从开始的什么都没有 到有学校 有医疗等等 可以说是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上回等于拍戏的过程当中 演的那个角色 其实是你自己的故事吗 也不是我的故事 是所有的教育工作者们的故事吧 应该是这样说 你最有感触的是哪一幕呢 就是白校长去家访 让更多的孩子来到学校 继续上学这一段戏 因为在我小的时候 确实是有很多的孩子 没有再继续上学 而我们的很多老师 也是像白校长一样 去到家里面 挨家挨户做工作 对 挨家挨户做工作 让更多的孩子来接受教育 但是现在这个时代就不一样了 而且这个教室的学习的环境 也不可同日而语了 对吧 对对对 对比了解一下 这个父母一辈 他们小的时候 当时学习环境是怎样 我建个我爸爸小时候的照片 那时候呢 我爸爸的教室 是用一间土房子做成的 没有玻璃 那时候我爸爸的衣服 裤子上面 全部都是各种各样的补丁 鞋子上面还有两个洞 大风水都露出来了 这个场景跟我在外山 山海情里面的场景一模一样 那你觉得看了这一幕 特别是你也参与了表演 你有什么感受呢 你觉得你在学校应该怎么样呢 好学习 好好学习 对不对 所以这一次黄老师啊 张校长啊 带着你们来参加黄金一百秒 也是希望让你们感受一下 外面的世界 要更加努力 然后将来要建设我们自己的家乡 据说现在我们学校 有开设了一个叫空中课堂 这个叫什么网络课程 对对对 空中课堂 我们从2016年开始开始开播 2016年呢 先是由福建省福州市前堂小学 对我们进行帮扶 19年开始呢 我们自治区教育厅又指定了 宁夏长庆小学 给我们进行一个这样的一个帮扶活动 现在呢 我们学校又承接了我们镇上的几个所 从小学校进行 我们对他们也进行帮助 我们共同来发展 既是一种爱心传递 同时也是知识的传递 也希望我们的校长老师 还有孩子们共同加油 好不好 好的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那我们就和老师还有校长 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 是金子 总会发光 面前的黄金通道即将开启 请登上黄金舞台 黄金一百秒 精彩话序内容已全面上线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公布我们节目的央视图号 精彩话序 敬请期待 黄金舞台 鲜活人生 一百秒 到今次了 开始 空天在哪里呀 空天在哪里 那会唱歌的小光临 还有那会唱歌的小光临 接下来有请我们现场的黄金观众 投票 投票结束了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弹幕 春天在哪里 春天就在你们的眼睛里 祖国的未来 谢谢老师 谢谢副校长 加油孩子们 为祖国花朵和园丁点赞 可爱的学生 灿烂的花朵 春天天天伴随你们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黄老师对孩子们最终的成绩如何 黄金大幕请升起 对于黄老师和孩子们来讲 这一次来黄金舞台的表演 对于这些未来的 我们的各位小花朵来讲 无论最终结果如何 我相信都会在他们的内心 种上希望的种子 没错 来 接下来和老师一起来看结果 来 老师 请按下我们的黄金宝箱 宝箱开启 挑战成功 高不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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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兴 好 恭喜你们 挑战成功了 孩子们 回去要把歌唱好 把学习学好 好吗 好 一起加油 再见 谢谢 我们又重接了我们镇上的几所 对小学生进行高兴 好不高兴 好吗 我们下期再见